然后中国再过十年以后 中国就大规模的不进口石油了 不变成能源进口国了 大量的财富中国就用电能来发 中国的水电从整个喜马拉雅山下来的这些水 还有以及风能 太阳能 全部气的能源全部可以供中国人使用 甚至可以出口电脑 中国的光伏产业是会大规模发展的 电动车产业是会大规模发展的 十年以后大家再说 什么什么什么来起码到的 中国不会被石油抢过的 现在中国没办法 石油粮食都得进口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对吧 随着黄万圣所做的那些事 一步一步的出现 极其树上面的更新 甚至人造肉的出现 工厂里面就可以造肉了 那土地还值什么钱 大家以前放牧都得土地 都得有草场 现在草场 就是黄石公园那边 黄石那边那部电视剧所说的 那些放牛的那些巨大的地就下降了 如果工厂里可以制造 制造这个 人造肉 而且头感上没差别的话 就是说白了就是把通过光合作用 或者通过电能 给它变成这个动物能 动物能吃完消化再又继续变成人体的一些能源 就是你站在一个 就是宇宙飞船上 你看地球还真是这样的 除了你做的这个宇宙飞船 这些能量这些资源 这些是从地球上是发射出去的 大部分在地球上面的这些动物植物 微生物之间都是不停的交替的 什么石油变成了什么二氧化碳 烧成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又被植物吸收 植物又放出氧气来 反正来回循环又变成了 植物又被动物吃了 动物又变成肉 被人吃了来回循环 这都还只是地球表面的这些物质之间的转换 我们人最终也会变成瓦子会肥料 肥料又变成了他们的人来回循环 是吧 本质上成归成土归土 这都没什么变化 地球上面的资源 元素没有什么减少 除非你坐的这个宇宙飞船到火星了 那就离开地球了 只要你还在地球进轨道 待着你这个资源还算是地球的 地球资源没减少 只是不停的演化 不停的演化 我们呢也会经历 其实来几百单 然后说而共识的东西 除了土地以外 还有各种的产权 还有各种的品牌 等等等等 都一直在不停的交替 交替的过程中 我们变成什么 我们就变成土了 变成土了 变成肥料了 所以我就觉得经历 这个所谓的战争 以及大的金融危机 什么的 对整个趋势 是不是造成影响了 对BTC的这个 对数字货币的影响是不大的 数字货币才经历的是不到十年 真正的发展 互联网发展多少年 对吧 起码数字货币 对传统还有的颠覆 还需要经历三十年 到五十年的时间 才会结束 才会彻底 把全球的资产全上链 全部资产都继续翻七百翻 我们这群人 如果在这个时候 他下了车就是傻逼 未免有三四十年 这会儿又下了车 是不是傻逼 这样的傻逼 不提起诉我 我什么样这样的人 就很多 因为我的朋友都是我 非常好的那个朋友 那我还照样说 你他妈是傻逼 边线拿了一堆钱能干啥 是吧 除了能交点税 能花以外能干啥 还不如拿着币 就博一个三十年四十年的 一辈子事业 但他们 他们没那个耐心 他们就想花钱 过得爽 短期过得爽 但是你错过了 我就想这对牛逼的时候 到临死的时候 咱的币都没卖过 牛逼吧 大部分人卖了 咱还没卖 咱就是比别人不一样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要站在这个长期主义 囤背后的字路来说 第六个问题 不是什么问题 你不动看短期的 短期这些东西发生不了 就算发生得了 也没什么关系 长期可能会发生 但是无非就是炎化 站在地球发展历史上 站在你的整个家族 发展历史上 你这样比 什么可说的 也没什么可怕的 是吧 所以说不用海南星 就第六点 是吧 第七点 那个 一级基金 获得收益 能获取超过十五 来自于你个人和体积运作的哪些优势 我的一级基金 是我一个哥们 他当时还是一个刚入行的小孩 然后他想进入币圈 做ICO的带头什么的 我说行啊 接下来你就做呗 他就自己做了个网站 叫AU21 他用我的品牌 他用我的名字 就是我可以给你 有一个好项目 你可以给我介绍 你可以帮我介绍 他一直在他训组 我没有帮他什么忙 说实话 后来他就一个人做了 我说你做吧 媒体是需要我支持的 你告诉我 其实我就没有参与过 人家的一级市场 我也不爱投什么一级市场 我也不会去 就是一级市场 大概率是赔钱 小概率挣钱 但是小概率挣钱 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的逻辑 我是喜欢大手臂 投一个大项目 比方说一个项目 你大仓位操作 小仓位一个项目 现在好项目 都只能投十万块钱 还可以跟他磨半天 我这种经历没有 虽然十万块钱 有可能翻一百倍吧 但是我没那经历 我不去折腾 我说他们做 做他们 我不做 我不参与 所以好多人 问我这项目 跟我有啥关系 我说这项目 是我朋友做的 我只是给他当个小顾问 我希望他做好 但是我不去 那不是我投的风格 我不会拿自己钱 去撒谷掉面 然后成功就翻一百倍 失败的就归零 我不做这种项目 我只做一个项目 我投 比这个 五十个或者是一百个 Million为单位的这种方式 投下去 让这个项目来变成 Lillion单位的这个价值 我只要选对这种就行了 我有点像 选类于二级市场上选的 做一级市场 然后我投 还不累投呢 我需要的是看到流动性 看到安全了 我再买 小的我怕撤不出来 而且也不是手 是吧 而且我需要三到五年才能找到这么一个 我不是说打德州似的没把都玩 我是需要我能赢的那把玩 然后玩了 赢了就保存实力就完了 我不会最后要 手汉 我是 就手汉 跟别人玩到最后一把 就是 就是 变成零和游戏 玩到最后一把 就是赢了 想我过玩了 对吧 我下次再打 这是咱的 一贯的思路 就是不赔钱 是我一贯的思路 别看我 这个 这个号称是个投资人 我真没投过几个资 我还真没投过资 大部分都是他们项目给我的代币 我还真没投过资 兄弟 就是 到现在我最多算一个投行 我做 给他做投行业 我帮他融个资 帮他上交易所 我干了这样的活 我只是做了投行业 我没有做投资过业 好了 项目以顾问的名义 给我些代币 行死而已 是吧 是吧